大家知道吗? 下个礼拜除了有端午节 另外,6月16这一天 不管对陆军官校而言 或是对整个国军来说 都是一个重大且深具意义的日子 没错,那就是陆军的校庆 回首民国13年 黄埔军校在烽火岁月中创建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litary Academy was funded during the years of war 数十年来 先前先烈屡屡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 牺牲奉献 扛起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责大任 Exactly, that's really something 这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我们今日之所以能够享有 民主自由的丰硕成果 正是因为黄埔前辈们 用生命鲜血与豪情壮志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所换来的 You can say it again 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透过几位黄埔名将的英雄事迹 让大家从中体认黄埔精神 与价值 请一起收看 Let's get started 中华民国史就是黄埔建军史 自民国十三年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建立 国民革命武力以来 一时之间多少胸怀壮志的青年云集而来 遵循着升官发财勤走他路 贪生怕死末路斯门的气节 与亲爱京城的校训 为中华民国国作法统奉献牺牲 在所不惜 在大时代熔炉中建立起的陆军军官学校 创校不到半年 便投入东征战场当中 不到一年半中 就有近六百位官生阵亡 从黄埔出身的名将 值得报道的可说不计其数 后来者没有忘记他们 黄埔湖畔处立着黄埔先列纪念塔 他们的英勇事迹 明刻在每一代黄埔学生的心上 也始终提醒着他们 要时时刻刻以国家百姓为念 而且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里 还有十栋质无华的楼宇 分别以十位迅国先列命名 邱清泉 戴安兰 黄百涛 刘勘 胡长青 戴力 张灵甫 蔡仁杰 戴之奇 熊寿春 十个不该被忘记的名字 他们的身后 是一列列抗战 憨乱 遇血 奋战的队伍 陆军第一军 陆军第五军 陆军第七十四军 陆军第103师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数十万黄埔师生 与更多的国军同袍奋斗前进 扭转了中华民国的历史 今天的讲座 我们请到的是 曾经担任过驻德国大使 国安会秘书长以及总统辅资政 胡维珍博士 他虽然不是黄埔校友 却与陆军官校渊源颇深 而为了欢迎胡资政 陆军官校校长更是亲自接待 先参观了新整建的校市馆 一起畅谈黄埔的过去与未来 一进到课堂 同学们更是抱以热烈的掌声 胡资政与同学讲述了其中四位黄埔先烈的故事 一偏偏如史诗般的英勇事迹 再再印证 不计成败利盾 只知奋斗牺牲的黄埔精神 第一位是刘勘烈士 自林书黄埔一起 民国二十六年 二日扣于近北心口 与敌重创 二十七年 距近南中条山 发动全面游击 使敌不敢越黄河一步 受青天白日勋章 后屡建战功 直至三十六年 奉命讨伐共军 直到延安 虽陷入重围 仍奋力冲杀土围 打两昼夜 最后壮烈成人 林书楼 我刚刚到这边来 就经过了林书楼 幼年父母双亡 他是孤儿 靠孤母把他抚养长大 十八岁的时候 他正在念高中的时候 就进入了黄埔一起 东征北伐 平乱搅供 他不到三十岁 就升到了师长 那时候因为牺牲太快 太大了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 他到山西的南部 帮助国军三个军的兵力 进入到山西南部的十三个县 这十三个县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日本非战不可 国军非守不可 中共共军非战不可 非抢不可 这个地方十三个县 他用政治支持军事 军事支持经济 把一万多个老百姓组织起来 居然能够在那边维持了 国军在那边的控制 三年之久 因为这个缘故 他能够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 而且从师长 副师长升到了第九十三军 军长刘康 明过三十三年 带兵参加了中原会战 中原会战是日军攻河南 玉北一路往西进攻 连下树城 大家也许听过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 这是一个名胜 就在那附近 刘康打了一个大胜招 这个歼灭了日军 差不多一万多人 三十六年三月 延安之一 攻下延安以后 中共的这个首脑机关 在一年一个月之内 搬了三十七次家 谁在后头追呢 就是刘康跟董昭 第一军军长董昭 跟二十九军军长刘康 带了部队追 刘康几乎把毛泽东抓到 最近的一次差四百公尺 差四百公尺 毛泽东的那个侍卫 把他那个马嘴巴勒住 不敢发出声音 二十九军的军队 就在四百公尺之外 经过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如果发现的话 这个整个的历史就改写 邱清泉烈士 黄埔军下第二期攻兵科 德国工兵专门学校 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毕业 曾参与松户战役 南京保卫战 蓝峰战役 信阳战役 昆仑战役 昆仑关战役 边西会战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 于陈关庄作战自强训罗 追进陆军二级上将 邱清泉是浙江人 黄埔二级 他的特别的之处 他到德国留学 在德国念完了陆军大学 念了四年 抗战开始以后 他担任副师长 然后升任师长 他率的是机械化部队 他在德国学的是 特别是战车部队 怎么样的运用 最有名的广西 有个地方叫昆仑关 昆仑关大姐 这个是很有名的战胜 民国三十三年秋天 又攻克了云南的龙林 攻克云南龙林 获得了这个宝顶勋章 都是 他是抗日名将 都是战胜日本军 现在在云南的龙林 还有这个有关 当年那个战役的 这个纪念碑 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呢 他率到第五军 调往华中 在江苏北部 跟共军遭遇 获得大胜 一路追到山中 穷追猛打 转战黄河南北 两年之内 大小一百战 共军就传言 逢武不打 玉秋不打 就是碰到秋军权 不能跟他打 碰到第五军 不能跟他打 因为他总是打胜 可是后来呢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的时候 几次战争 他明明要获胜 而且追及共军的诚意 明明快要追上了 要把他消灭了 国防部来面 另外一个地方 有这个共军 你赶快去支援 等到他到了这边 发现不重要吗 这根本不需要我过来吗 陈毅已经跑掉了 第二次也是类似 所以他就讲 他说国防部一定有共军 是谁呢 就是他 又是刘斐 三十七年九月 第五军 扩编为第二兵团 那个时候 徐邦会战 马上要开始 他自己写了 诗词 邱清泉将军 自己写的诗词 我念给大家听 不怕死 不苟安 不被俘 不投降 有敌无我 有我无敌 如果做不到 如何如何 邱清泉 那时候他是第二兵团的死人 但是大家也知道 徐邦会战 我们是非常不幸的 国军事失败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供典 叫郭汝贵 许多的军事计划 是他女的 国军就被分割 包围 最后连邱清泉的 最精锐的部队 都没有办法施展 为什么 难民太多 道路都被难民塞满 你装甲车开不了 开不了 再加上天寒地洞 飞机都很难支援 天寒地洞 到了民国38年1月10号 他非常不幸地 在河南永城 被包围 于是他就 用手枪制裁 邱烈士的特色 他写过许多的诗词 他有很多诗词 大气磅礴 他的作风 对士兵如同子弟 特别注重士兵的实际生活 和精神教育 输赢卫生 他特别讲究 他还常常开军民联欢大会 为什么他注重正宫工作 胡长青烈士 黄埔四起 抗战军心 遇血松户 民国31年 游及太行山区 奋身立战 贪乱时期 虽曾幼凶重担 他果伤再战 士族皆愤 徐霸会战失败 拔枪自强 不死 伤愈后 赴奉命重回战场 后陷入重围 所不伤亡殆尽 将军亦身受重伤 血流如注 他莫送正气歌 以止痛 而指挥如故 胡长青 他是黄埔四起 公兵科 所以你们这里也有 长青楼 他这个人非常喜欢打篮球 这是一个篮球高手 这个 又是体育健将 在这个军队行军 这个追击共军的时候 他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篮球 篮球这个球圈 他另外找一个 这个健壮的士兵 也带另外一个篮球圈 一到了地方 就可以把篮球 这个架起来 架起这个 可以打篮球 单双杠 这个机械操 木马平台 超越障碍 他都自己 他那时候已经快四十岁了 自己去示范 然后呢 要学生背什么呢 军人读训 背抗战首本 背文天祥的正气歌 背这个步兵操点 刚领 这个 他很有意思 担任师长的时候 到太航山区 跟日军周旋作战 五年之久 受到了重伤 受到重伤以后呢 他的部队 因为俘虏过 日本军队 他就叫他的团长 他是师长 叫团长 说你化妆成老百姓 帮我 把这个日本军服 给我穿上 所以他化妆成日本军人 然后找了两个农人 把他抬到了日本的临时医院 日军的临时医院 那些日军临时医院 一看他已经是重伤 很严重 没有办法治 后方送到郑州 郑州的日军医院 在那医院里面住了三个月 好了 再跑回到西安来 胡长青 这非常特殊 你看他的这个机制 不可想象 抗战胜利以后 他就追随刚刚讲的邱群前 第五军 担任四十五师的师长 率军就参加许多的战役 都获胜 在山东作战的时候 又负伤 但是到了南京 去把他治好 身为第九九军军长 徐邦会战 就是刚刚我讲徐邦会战 他要救这个安徽的宣城 要去救 结果没能救城 宣城沦陷 他非常自责 又自杀 自杀 把自己打穿了胸部 但是没有死 他的部署 把他想办法救出来 然后经过了杭州 到台湾来 在台湾养伤养好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 父亲 我父亲在汉中 把他特别从台湾 请回到汉中 让他做六十九军的军长 另外请了一个人 叫做陈寿仁 做他的参谋长 他两个合作非常的密切 民国三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三号 突围 陈寿仁做参谋长 他说我殿后 我殿后 结果陈寿仁将军 就在成都西边的穷来山 就阵亡 国军只有 我刚刚也讲 只有一万人 没有办法再抵挡共军了 所以这个胡昌清 就从复林那里 一直退 退到一个地方 叫做孟霍林 他被包围 他又受伤 结果他在那个时候 就也是手枪拿出来 制裁 制裁去世 戴笠 自语农 黄埔六期毕业 常年主持情报工作 在抗战时期 组织全国情报网络 确保国际交通 铲除汉奸匪恶 破益日军药店 组织经济作战 成效卓著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 由青岛非凡南京途中 在南京近郊 戴山坠机遇难 追进陆军中将 最后我介绍一下戴笠 他也是孤儿出生 三十岁才考入黄埔 黄埔六期 在北伐的时候 他就独自开展情报工作 自己找了情报 自己骑了马 到处去找情报 找到以后回来 单独提供给蒋中正总司令 哎呀 蒋总司令发现 这个是情报奇才 所以就用他 结果等到民国十七年 就叫他 就做特种工作 抗战的时候 国家成立了军统局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他负责实际业务 这个中国大陆 许多地方都被 日军占领了 他就在东南地区 成立了中义救国军 中义救国军 帮助政府重要的工业 迁到大后方 然后当他负责军统局的时候 政府又任命他为财政部 机师署的署长 机师啊 插击走私的 以这个名义 以这个身份 他帮助了 维持了抗战的经济 以及交通 这个是很艰难 很复杂的工作 但他做了 这个是他一个重大的贡献 这个民国三十年的 十二月七号 这个珍珠港事变发生 日本跟美国打起来了 美国发现 需要跟中国合作 于是就派了人 叫做梅勒斯 跟戴利合作 他是海军情报署 署长 于是他们就成立了 中美合作所 中美合作所 在哪些方面合作呢 情报 气象 气象非常要紧 气象尤其对于海空军 是要紧的 所以美国太平洋舰队 海军非常需要 这个军统局提供的 气象情报 还有通讯 医疗 医务 到处有伤兵嘛 所以我们这需要医药 需要药 需要这个医疗的服务 非常遗憾的就是 他在民国三十五年 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 带利有什么特色 最大的长处 是善于用人 怎么用人 人格感召 你想想看 军统局有十万多 男女群人帮他做事 几十万个忠义救国军的干部 大家都是无名英雄 我们更不知道他们谁是谁 都愿意甘心乐意地做无名英雄 因为他一贯注重纪律 注重教育训练 而他自己 以身作者 所以能够领导这么多的人 结果这么多的无名英雄当中 为国家牺牲的成千上万 军统局后来到了台湾 叫做保密局 保密局再改名 叫做军情局 军事情报局 那么现在 军事情报局里面 还有好多牺牲的 这些劣势的名字 为国牺牲的劣势的名字 他去世了 是民国三十五年去世 离他开始进入公职 只做了十八年 可是他去世民国三十五年 到现在七十三年 他的部署学生 一直到现在还纪念他 一直到现在还纪念他 成立中议同志会 每年还是有很多人 情报局退下来的 都愿意叫 都是要继承 要传扬 要发扬 带立的这个精神 我想这四个人 这个只是很基础地 跟大家介绍 其他的那些 都是很了不起 我觉得各位同学 有机会尽量地去了解 他们的背景 了解他们为国家的贡献 最重要了解他们的精神 我们很盼望 这种精神能够持续地 在我们国家 在我们陆军官校 持续下去 发扬光大 我们要看年轻人了 年轻人是国家的主人物 我们希望你们 你们每一位 今后都能够 发挥你们的才干 充实你们的知能 为国家做重大的贡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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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